美國一些主要參議員星期二表示 有大量證據表明沙特王柱薩拉曼下令殺害了持不同政見的沙特記者卡舒吉 卡舒吉在沙特駐伊斯坦布爾領事館遇害 美國參議員也駁斥了特朗普總統聲稱對薩拉曼的指控無法令人信服的說法 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的共和黨主席參議員 包括科克爾在聽取中央情報局局長吉拉哈斯佩爾的回報後對記者說 如果王柱在陪審團面前他將在30分鐘內被判定罰有謀殺罪 哈斯佩爾講述美國調查人員有關卡舒吉10月以後被殺及被肢解的證據 科克爾說總統可以很容易站出來說王柱殺死了一名記者 但相反特朗普說這樣做是可以的 另一位著名共和黨議員南卡萊羅納州參議員 林塞格雷厄姆說 有證據他指的是沙特用鋸肢解了59歲的卡舒吉的屍體 這位記者身前住在美國並為華盛頓郵報撰寫評論文章 這些文章批評王柱和利亞德參與也門長達幾年的戰爭 他在前皇領事館領取他和土耳其未婚妻結婚所需的文件時遇害 再見 再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